觀眾朋友們晚安 歡迎收看南部開講 我是主持人許曉雯 今天一樣要跟大家來關心疫情 因為在高雄今天單單本土病例就出現了13例 那我們也看到說在新春年假過後 陸陸續續上班的這個禮拜 大家關心的是說 會不會在台灣的南來北往 大家的家屬寬區當中 是不是會有一些的社區傳播的風險 那原本我們是說應該可以放心一點 但是這兩天看起來好像狀況有了一些 不管是在屏東是高雄 甚至其他有一些縣市也出現了一些零星的案例 那特別在高雄屏東這裡是有一些的 家族群聚的狀況 到底對於Omicron 我們要怎麼去預防 不要讓它持續的擴大 還有台灣的未來 在這個預防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社區能不能真正的解封 我們的邊境能不能解封 到底該怎麼走 我們今天要邀請學者專家 跟我們一起來參與討論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 在我左手邊的第一位 高雄縣醫師工會的理事長 王宏玉王理事長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第二位要介紹是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莊宏玉莊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 高雄醫大醫院執行副院長 林俊隆副院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要持續的來關心 到底在這兩天 不管是在新北市也爆發了 所謂的移工的傳染的狀況 那還有屏東 高雄 甚至在苗栗都有些零星的案例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禮拜 在Omicron的一個傳播力的狀況之下 台灣的一個最新的疫情狀況 農曆春節零假結束 桃園機場和高雄港群聚感染事件 到目前為止也慢慢收斂 桃園社區採檢了九萬六千多人 在春節期間 並沒有再採檢出新的個案 至於高雄期間 則是篩檢的一萬六千多人 也都是零檢出 讓社區能鬆一口氣 高雄市政府也宣布 振興期間的觀光與經濟政策 包括整個振興期間經濟 那相關的這個補償的這些政策 請期間居民放心 我們高雄市政府挺期間到底 雖然南北兩大疫情傳播鏈 有收斂的狀況 但是新北昨天出現了 電子場的疫苗確診 是否全力投入 匡列篩檢和隔離 避免疫情擴大 高雄和屏東 則各有一起的家庭群聚感染 都讓地方政府上井發條 進行社區傾銷於免費篩檢 這個檢驗假設是陰性的話 也不代表說真的就是沒有感染的風險 還是呼籲我們民眾回去以後 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由於Omicron病毒來勢洶洶 春節過後也出現不明感染魚的案例 指揮中心認為 雖然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疫情 但這幾起案例仍令人擔憂 雖然未來將監禁室內與病毒共存 但沒有放棄清零 而是以清零的態度來處理疫情 指揮中心也表示 近期的疫苗與追加劑的接種 有呈現減緩的趨勢 尤其鄰近的日本 韓國及香港的病例都暴增 呼籲國人還是要盡快施打疫苗 是的 春節過後 指揮中心本來是說 在春節過後的兩個禮拜 是觀察的重點 那今天是過了四五天的情形 我們看到在社區有這些 果然是因為在過年家庭的群聚 聚餐或者是旅遊 而發生的這些案例 王醫師您怎麼看 而且有很多的案例 的確也是診所他們發現的 對 診所的表現還算是不錯 那主要是陳吉邁市長 有強力要求診所 每一個感冒症狀的病人 都要給他居家快篩 那各種市政府 發免會的計劃快篩給我們 那我們就勸告所有的診所 只有感冒症狀的病人 你就在走廊不要進來診所 不要傳染到診所裡面的老弱婦儒 那醫生到外面去看 那加強防備 那居家快篩回家四五分鐘內要做完 然後用耐照相傳給我們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早點找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他的人口是我們的兩倍半 等於一天也是兩萬 新加坡他現在一天一萬 他的人口才我們的四分之一 他等於一天要我們台灣的四萬 香港他現在一天一千 他的人口是我們的三分之一 等於一天三千個 所以台灣加起來 這兩三年還不到兩萬個 那這一陣子也不多啦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在講說 等一下那個我在弄 我能換成片 所以我們就在講說 我們就是不用緊張 那台灣的黃已經比我想像中 還要好很多了 那診所 因為Omicron 起先R0指數的專家都說 差不多七到八嘛 我們就覺得一傳七 然後七傳七就不得了 後來陳秀熙教授好像說 R0指我們NPI做的大概1.2 那後來我們可以證明說 我們可以勉強維持到1 那所以如果NPI做的好 我們或許 我們慢慢慢慢的 我們可以讓疫苗的施打力 再提高我們的防疫 真的可以創造台灣模式 就是所謂的台灣奇蹟 可是如果我們要來看一個 最新的CG圖表 包括今天像高雄13例 那其實這幾天 像這幾天的過年過後 包括過年 比如說從2月5號開始 2月6號 2月7號 2月8號 好 我們看到的是 爆料了昨天是37例的一些 本土案例的一個最新狀況 我們發現這些案例 有的衝得很高 當然也有很多是居家 這個陰轉陽的一個情形 那但是呢 這幾天多了很多的家族群聚 我想請教的是莊教授 莊教授 我們知道說高雄港 其實這一次這樣子高雄是大規模 這個相當嚴格 大規模的一個隔離 大規模的一個篩檢 特別是對於奇蹟地區 所以我們要先問一下 高雄港的這一條傳播列 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心了 要完全放心 我們不敢講 但是我是覺得趨勢在往樂觀的方向進行 應該這樣講 我們剛剛看到臺灣的這個確診案例 跟高雄的起起伏伏 而不是說一個波形一直往上 這樣就比較放心一點 因為會起起伏伏 是因為我們篩檢的結果 今天整個群聚 家庭 所以還是侷限在一些家庭群聚 或者是接觸群 接觸的這個傳播鏈 所以這也起起伏 有一天突然一群人被我們找到了 所以就四十幾個 有一天我們就通通沒有找到 所以兩位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是往穩定的方向 樂觀的方向發展 但是我們還是要保持很 很小心的 戒慎的這個心態 就像剛剛王理事長講的 臺灣是一個小島 民眾自己也都是非常的受戀 尤其這個過年期間 像我很多朋友的說 他們不敢出遊 然後就大家通通在家裡 所以我們會出現零星的家庭群聚 倒是還沒有那個觀光地區的 大規模的群聚 這樣就剩我們往樂觀的 一個原因之一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還是要小心謹慎 因為這個Omicron傳播力太強了 但是我們大家就是去接種疫苗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重症的人 只要接種過疫苗的 應該都沒有發生過重症 現在就是小孩子 可是因為小學以下 現在目前就沒有人體試驗的數據 所以沒辦法把這些醫院 所以我們大概成人都去打疫苗 把小孩子包起來保護起來 所以打疫苗是 大家除了這個勤洗手 然後戴口罩打疫苗 現在如果已經比較鬆了 大家應該要找時間去打疫苗 OK 謝謝 好 那個教授剛才提到 比如說像高雄港區的這件事情 已經逐漸的確了 就是從線上來看 它是逐漸收斂 所以它也不算是沒有 它就算是沒有在社區傳播 那其實副院長我們也想請教 就是說在這段時間 好像高雄的一個挑戰 一波接著一波 依照這個陳市長的手腕 它是比較 它相當算是 我是覺得它相當嚴格在執行 所以我不知道在醫院端 這一個部分 是不是也接到相關的挑選 要求這些醫院們 大家要提高警覺 特別是有一些的 家庭傳播的狀況 是 那因為在高雄市的 我想不管是在醫院 或是基層診所 大概都配合 陳市長的防疫政策 大概全心一意的來防疫 那在醫院端的話 目前的話 除了剛剛王理事長講的 就是對一些流感症狀的病人的話 像我們在醫院要求要設戶外的 呼吸道門診 那做一些篩檢 陰性以後的話 才會有進一步的一些處置 那其他包含一些 包含就是說 有些特殊狀況的病人的話 需要做一些快篩拉 或是PCR 這一方面也都是配合 不管是CDC 或是高雄市政府的要求 那高雄市在這波防疫裡面的話 市長是很盡心盡力 包含就是在醫院的話 我們也準備了一些專者病房 準備隨時來收治這些的一個病人 所以目前趨勢看起來的話 雖然的話還是有一些案例發生 但是至少是一個平穩的一個狀態 不過有疫情出現 好像民眾就比較會有一點擔心害怕 那個王醫師說 他的診所 現在來打疫苗的 還有電話接都接不完 我還是從頭講起 我總是覺得說 我們還是要有任性 台灣真的是很好很好 這個是我兩個禮拜前的第一章 我就捨不得把它換掉了 那我們1月24 我在報紙上寫著說 年前力求清零 過年的話 大概就要慢慢的共存 因為不太可能成績那麼好 結果我的判斷錯了 過年我們的成績還是很好 那美國聖誕節以後就慘了 日本國立新年以後就慘了 那韓國跟新加坡跟香港 農曆過年以後 也是病例很多 那我們還好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 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那甚至我們彭博的排名統計 以前四十幾名 我們現在已經是第八名了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但是這個病毒的傳染力實在是太強了 我覺得我們也不太可能說 完全可以把它清零 那萬一有些傳播鏈也是非戰之最 因為這個病毒實在太厲害了 那昨天我們就嚇了一跳 昨天在甘山的話就開設篩檢站了 你們有懷疑的通通都可以去和平公園做篩檢 那這個TOCC說起來真的有一點諷刺 我們本來看病人 他有感冒症狀 我都問他你有沒有去齊精玩 去的話那當然就要更加的小心 那我就想會不會將來 大家都問你有沒有來幹山玩 所以我們就是說 那這個是一個醫生講的 這個醫生的臉書 他說我們醫護人都打三針了 我們也不怕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我們不怕 我們就是怕被污名化 就是說哪一家診所有病人 有確診個人 所以我要跟大家拜託 所有的診所都堅守崗位 萬一哪一家診所萬一萬一 如果有確診個案不是他的錯 是病人來 那這個是因為 歐麥孔的傳染力實在是太強了 那昨天因為我們診所 每天疫苗都打30個 昨天因為太多人 在甘山就有好多 商店都關門清消 所以今天早上 我們好多老病人 就打電話來拜託 能不能讓我多加一點 多加一點 我們早上打了53個病人 那真的是 大家就是很緊張 但是我們還是會跟病人講 不是打了馬上有效 可能要一兩個禮拜才有效 所以你打了盡可能的話 你就是這一兩禮拜 還是要非常的小心 那像我們診所的話 我們就是在甘山的臉書 社群都有說我們哪天打什麼 那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這個禮拜到禮拜五 我們好多人都來打第一劑 我真的都很害怕 你連一劑都沒打 那被得到怎麼辦 那我就做一個調查 你為什麼現在才打第一劑 大部分人都說 我就沒辦法 我說我打了半年 你怎麼會沒空 他才講 我會害怕 那這樣為什麼會害怕呢 有一個是肺癌 他去年五月開高 有紅斑性囊倉 有貧血很厲害 有乾燥症 有免疫疾病 他們都是有病 那他覺得疫苗 會不會有副作用 他不敢打 那我都要跟他講說 台灣第一批打的 就是洗腎的病人 因為他吃很多藥 他的身體免疫不好 所以免疫越不好 吃越多藥 你身體越不敢打的人 你越去要打 因為你得到了 你會更嚴重 那台灣是因為沒有 確診病人很多 所以你現在被我們社會 保護得很好 萬一疫情蔓延的話 我勸告這些人都要來打 那我的母親 她第一劑93歲了 她第一劑打AZ 第二劑AZ 那第三劑我害怕她負作用大 我就給她打高端 我覺得高端比較沒負作用 真的都沒有難過 我們的外勞打 第一劑第二劑很難過 第三劑看我媽媽打高端 她也打高端 那也都沒有難過 所以我都跟我的病人說 你都可以來打高端 高端真的比較好像沒有負作用 如果真的很害怕的話 所以我們診所每天早上 10點半到11點 就是專門打高端 那我是覺得診所如果可以 慢慢慢慢把這一些 沒有打的人 還是一些老人家很怕打的人 你不管用什麼方式 讓她打BNT 打莫德納 打高端 那這樣子把疫苗的覆蓋率 弄高了以後 我們將來醫療就比較不會崩潰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的確在過年之前 我自己每天通常都會去上網 找那個疾管署的最新資料 在過年之前 因為有桃園跟高雄 這兩條大的傳播列 那時候有說一天是以1.2的比率 再打第三劑 就是說這個數字衝得很快 那當然過年過後 這幾天稍微有掉下來 不過我想可能最近這幾天 一樣可能就如同你診所一樣 打的民眾就會比較多了 但是莊教授我們要來繼續請教 就是說高雄港 我們看到港區的這個OK 但是前幾天傳出那個 飲水人事件 那飲水人的狀況 其實因為他們一直 也都是跟境外所謂的 境外輪船進來 有所接觸 那我們過去好像也沒有發生過 飲水人有確診的案例 表示過去其實在這個 跟境外的這個第一個接觸 部分其實守得蠻好的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件 後來有沒有再做一個 比較詳細的瞭解 我們來談一下高雄港 臺灣為什麼會桃園跟高雄最緊張 因為從空中來的 就是從桃園進來 那從海面來的 就是從高雄 高雄第一大港 當然基隆也是很大的港 但是真的是以能量來看的話 高雄港最大 也包含最多的人群在裡面走動 工作等等 所以其實高雄港走到現在才開始有 零星的案例 我想這個跟分母比起來幾萬人跟這個幾十人比起來是零星的案例 其中剛剛像主持人講的最受注目的就是飲水人 可能觀眾們不知道飲水人是什麼 飲水人是一個港口裡面的靈魂 我覺得那些大輪船要進港口的時候 都要靠飲水人去帶他們進來 以及帶他們出去 甚至要移動船位 都要飲水人去帶他們 所以飲水人要求是很 資格是很嚴格的 他們要當過資深的船長 多少年以後才能去考飲水人 所以飲水人一般在港務單位 他們是非常尊重他們 有一個單獨的飲水人辦公室 我們高雄市有四十二個飲水人 總共才四十二個 兩百多個碼頭才四十二個飲水人 那非常尊重他們 他們的物資 只要他們開口我們就給他們 因為飲水人就是剛剛我講的 所有的船要進來 要出去 要移動 都要飲水人去帶 他一上掉那條船 不管他的噸位多大 他一上去以後他就是船長 就帶他到停泊的位置去 所以他最危險 飲水人最危險 因為他要接觸到這些境外進來的 那我們不幸出現了一位飲水人被感染了 他確定按照他的那個病毒株 不是我們高雄本地的病毒株 真的是被境外的這個船隻 船舶 受到感染 也還好 他的那個警覺性等等這些 那我們也提早發現 那主要是因為他的小孩子 發生比較嚴重的這個症狀 因為小孩子沒有辦法打疫苗 就是我剛剛一直在強調的 小孩子沒辦法打疫苗 就要靠大人來給他保護起來 他的小孩子發燒抽筋 然後才全家被檢查出來 篩檢出來 是有這個症狀 那事實上這條傳播鏈 也很快的就被我們發現了以後 就把它匡列 然後就停止 就沒有再繼續傳染出去了 那這樣 但是因為飲水人的這個案例 其實在飲水人之前 等等這些高雄港 我們就一直在 從去年九月開始 就是一直在高雄港跟他們開會 然後請他們來市政府開會 我們過去開會 我是以當這個學者的身份 然後挺為學者的身份 去參加這個會議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戒慎恐懼在做 戒慎恐懼在做 最近這樣看起來 包含齊津島上面 整個社區 因為高雄港就是這麼大 兩百多個碼頭 從這個齊津島十幾公里 所以這麼大的 這麼長的這個範圍 那整個春節都沒有休假 除夕大年初一 全部通通在做 通通在做防疫的工作 那到現在開工把這個齊津還有港務公司 這個港區全面大篩檢 那到目前檢出是零 所以我剛剛講說我們還是 雖然保留很介慎謹慎的這個態度 但是是樂觀的心情 樂觀的心情 好 如果按照這個高雄港的模式來看 林副院長您看看說其實在 為了要真的是說往清零的目標走 往清零的目標走 然後這樣子一個防疫的措施 大規模的匡列跟篩檢 還是博爾法門嗎 是 那最近大家都會提到清零這兩個字 其實從近代的醫學史來看 所有的傳染症 人類的防治 都是以零傳染為目標 那不過這麼多年的奮鬥 大家知道 目前全世界可以說 不能想消失 就是沒有在人類間附近傳染 第一個就是天花 那一二十年前就是SARS突然不見了 其他傳染症的話 事實上雖然一直在 但是醫療上事實上都是以清零為目標 我舉個例子而言的話 像說以前的V型肝炎 細型肝炎 根本沒辦法好好的痊癒 這都是控制 但是細型肝炎幾年前有藥出來以後 已經可以痊癒了 那艾滋病也是一個例子 艾滋病的話 目前的艾滋病藥物的話非常好 可以把病毒量控制到政策不到 但是沒辦法所有的清零 但是在醫界藥廠一直往這個方向 要把這個艾滋病的病毒的話 就是從人體全部的一個根除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醫療 大概都是以清零為目的 那假設說我是放任它的話 我跟大家提供一個數字 我們目前都是說與病毒共存 但是事實上很多狀況是與病毒共存亡 我舉個例子 像韓國的話 因為已經就是潰堤了 被攻破了 所以感染率很高 但是它整體死亡率的話 大概是0.16% 那英國疫苗打了很多很好 它整體死亡率 Omicron的感染率是0.15% 那美國的話是比較 已經滿坑滿谷了 所以它死亡率 因為疫苗施打率低 所以死亡率比較高 百分之0.9% 那如果以我們比較相近的 我們比照韓國跟英國 假設全台灣人都感染的話 那估計台灣人會有三萬人死亡 那這個數字 我想大家沒辦法接受 所以才說與病毒共存 絕對不是我們醫療目標 一定是要把病毒消滅掉 才是我們的醫療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實際狀況 或許不會那麼理想 但是還是要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好 我們待會兒要持續回到 節目現場我們要來討論的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我們台灣 目前的防疫做得還蠻成功的 那就也有人開始在提出說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些的措施 可以不可以寬鬆一點 或者是像邊境 或者是像簡易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限制呢 再寬鬆一點 讓大家可以不用過得這麼緊張 待會兒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持續來討論 歡迎繼續回到南部開講的現場 面對目前的國內本土疫情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是輕症 有一些是無症狀 那在中重度的症狀 幾乎現在是很少很少見 因為大家疫苗真的是 也打到一定的程度 那台北市長柯文哲就主張說 如果你有接種過兩支的疫苗 是不是我們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就可以放鬆 不過當然也有專家不認同 因為國外的疫情 還是相當的嚴峻 到底跟病毒要怎麼共存 它有沒有一個相對的方法 或有什麼樣的模式呢 我們一起來了解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1月爆發以來 本土個案600多例 迎轉陽確診個案比例偏高 有專家表示 國內狀況傳播力強潛伏期短 有些人可能原本健康沒被感染 卻因為住在防疫旅館而交叉感染 建議指揮中心應該重視 旅館內的氣溶膠傳播 防疫旅館的直径 當然就是直接跟接觸 或者接觸到環境 不然就是空調 所以要從這幾個因素去釐清 此外新北板橋家庭群聚衍生的相關 匡列隔離人數已經突破400人 對此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自己與衛福部長陳時中立場不同 主張只要打滿兩劑疫苗 就可以鬆綁管制措施 但有專家表示不認同 與病毒共存需要漸進式 而不是跳崖式全解封 如果我們完全犯任 這個確診的個案 不去做疫苗不去做隔離的話 那可能會發生像去年五月五六月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病毒的傳播會很快 李明儀醫師表示 世界各國並沒有一定的解封標準 要因地質疑來滾多時修正 如果疫情上升到無法負荷的地步 就要恢復限制 按照這個方式逐步放鬆 陳秀熙教授也建議 如果三四月的疫情有所控制 加上國人的疫苗接種良好 今年六月可能是入境解封的時機 專家也建議中央可以針對不同場域 職業等工作形態採取客製化防疫 就算有疫情也能立即阻斷 至於檢疫的天數 也可以考慮從現行十四天 縮短為十天 兼顧防疫與經濟發展 好的 我們再來看高雄 高雄在這幾波的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高雄的防疫措施 也有人說它是全台灣最嚴格的 但是它是很快可以追上 這個病毒傳播的速度 但是也有一些民眾就會其實說 真的要那麼嚴格嗎 一個人確診就要周圍那麼多人 甚至說之前也有整棟大樓 都一起送去隔離 要去住防疫旅館的情形 莊教授您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還是戒慎 謹慎的 這個態度來處理 就如同剛剛李秉穎教授講的 我們明明知道那個地方 有確診個案 你把它擺著不處理 那好像擺爛的樣子 我們做事情不能這樣子 所以還是要按照醫學的原理 要按照這個防疫的指引 該按部就班就按部就班來做 其實我講一下高雄 並不能說到特別嚴 我們就是按部就班 就是按照醫學的原理 按照CDC公佈的指引這樣子來做 所以有接觸的我們就隔離 不過市長也很注意 就是有隔離的我們都會有公費或者是防疫旅館的補助等等這一方面 盡量讓家庭的衝擊面能夠降低 當然自由就會受到限制 這個是沒有辦法 在所有傳染病裡面 就是一定第一步就是限制大家的自由 免得他擴散出去 免得他擴散出去 所以我個人倒沒有覺得說高雄有特別嚴 但是就是說高雄因為在一樣是醫師 市長的這個指導之下 領導之下 我們其實是按部就班 就按照指引做 就按照指引做 所以防疫就如果說 這一個像Omicron 他的潛伏期比較短 然後發病以後症狀比較輕 不過我個人還有這個新英格蘭期刊的社論也有講 症狀會比較輕是因為打疫苗的關係 臺灣目前好像看起來也是這樣子 所以要還是要呼籲大家去做這個預防控制 就是帶洗手 戴口罩 打疫苗等等這一種 那至於這個隔離的時間 隔離的時間 因為我剛剛講Omicron的時間比較快 比較快 但是他的週期也很快 所以隔離要快 但是隔離的這個期間 倒是目前真的是在討論 所以我們也是很多的這個召開學者專家的會議 要到底從十四天要改成多少天 這個我們就等這個大家有共同的結論 以及科學的數據 越來出現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一定會趕快的講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滾動式管理 王醫師我想要請教就是說像剛才柯文哲 他雖說要有一些的違解封 那又希望是說管制措施可以有一些的鬆綁 那當然李秉穎醫師就覺得你不能 擁有一個就都沒有 那到底醫界他們 你們自己在這個當中 你們怎麼去做這樣的觀察 應該要怎麼做 你個人的 這個就像莊聰社講的滾動式的改變 滾動式的檢討 那我先跟大家報告 就像剛才副院長講 韓國的話它本來一天三萬五千個 好幾天五萬個 結果它現在就沒有人力去匡聯 沒有人力去隔離 甚至連沒有人力去治療這些病人 所以它怎麼辦呢 60歲以上我們提供醫療服務 60歲以上你就把它當感冒治療 韓國就變這樣 那如果台灣變成這樣的話 有一個情形 我們75歲以上的長者 大概還有16 15% 還沒有打任何一劑 那韓國是60歲以上它覺得危險 那台灣60歲以上沒有打的 可能還有100萬人 那如果這些人 年輕人通通都得到 那都是很輕微 就像感冒 趴趴走 但是它傳染給家中的長者 因為家中長者總是要吃飯 它總是會接觸到後備 那這100萬人如果去住院 台灣就醫療崩潰 這個是我們要極力避免的一件事 但是我們總不能說 就是永遠通通都固守陳詞 那不管我們的經濟 不管我們的餐廳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有兩派牽者的力量 一派就是希望 我們餐廳照常的營業 我們可以旅遊 我們可以適度的自由 那我們慢慢的稍微解封一點 那如果case又多了 病例又多了 我們就再嚴一點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又好一點 我們就可以讓經濟好一點 所以像剛才說 陳其邁市長有沒有比較嚴格 其實他也有考慮到經濟 我們的燈會他也用了很多防疫的方法 燈會還是舉辦 所以陳市長又考慮到經濟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經濟跟萬無一失之間 我們要怎麼取得一個平衡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錯 但是就是我們就滾動式的檢討 不要說這樣拐到整個都想 香港這麼慘 那我們也是不能讓我們的經濟一直壞下去 大概就這個樣子 其實老實說就一般的生活來看 其實台灣的生活是一切如常 因為現在在餐廳吃飯這些也都還OK 那主要大家就會聚焦在一個邊境的問題 比如說在入境的檢疫 那也有人提到說這個入境檢疫 有沒有一些縮短的可能 比如說7加3的方案 比如說7加3的方案就是 你在檢疫所或者是說 檢疫旅館你住7天 然後你居家檢疫3天 然後在PCR檢測 你是第一天跟第7天做PCR檢測 然後在第10天你用家用快篩 另外有一個5加5的方案 就是檢疫所或者是檢疫旅館住5天 各住住5天 然後居家檢疫5天 PCR檢測在第一天跟第5天 還有家用快篩在第10天 那當然前幾天陳時中部長他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在2月底的時候 邊境的部分特別有些的商務人士 觀光那個還沒有 商務的部分我們可以考慮 看疫情的狀況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放鬆或解封 那如果說像那個 林副院長你幫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邊境 如同我們剛剛所講的這樣子 是不是依照這歐姆孔的一個特性 因為他不會拖那麼久 他的前後期沒有拖那麼久 那這樣子的一個防疫方案 是不是可行 或者是說可以邊走邊看 用一段時間再看一下 我基本上是覺得這些所謂的管制防疫政策 應該還是要依據科學的證據 還有感染管制的一些標準的作為來做 我的意思就是說像說大家印象很深刻 像前一兩天台灣的本土病例的話 有大部分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在居檢期間陽轉陰 好那這些病人的話 到底是到第14天才陽轉陰嗎 那這樣子的話你十天很多可能就抓不到 那當然的話我們現在或許沒有十天採檢 所以這些的話應該第一個要好好的分析 包含國內國外這些在居家檢疫期間 他轉為陽性的到底時間檢是第一個切在哪裡 因為雖然說Omicron是前後期比較短 但是這些病人的話 到底是不是屬於Omicron的一個感染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這些陽轉陰的個案的話 到底他跟打疫苗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說打疫苗比較多 比較多劑的人 他陽轉陰的時間是延得比較久 我想這些的話必須要經過一個 好好的一個分析才有辦法來決定說 到底這個七加三或是五加五 是不是一個可行的一個方案 可是我們也看到在這幾天 我們陸陸續續像這英國首相強生 也宣布在英格蘭地區他們的一個解封 那丹麥還有一些這個歐美國家 他們也開始向這個邊境解封 譬如說澳洲也是 澳洲也是 那面對這個邊境解封 台灣勢必應該也是要走向這一條路 那今年是可以邊境解封的一年嗎 還是說還是要慢慢看慢慢的 我覺得台灣的邊境解封沒有那麼快 因為我們台灣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們確診個案很少 我們死亡人數很少 這也是我們最大最大的軟肋 就是說萬一我們邊境解封 進來了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流行我們受得了受不了 我們要怎麼辦 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邊境解封是要慢慢慢慢的開放 那老實說像我太大的妹妹 她三月要從馬來西亞回來審清 她已經兩年都沒來 被處擠了 她想要回來了 那回來她就希望說五加五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合理 我們就是慢慢的看能不能放鬆 那放鬆如果確診感不多 我們就越來越放鬆 但是我們不太可能像有的國家 像澳洲 它為了觀光它就完全解封了 那這樣子我們是不太可能的 在台灣是不可能做這種事的 那醫界我們知道 你們剛剛也提到了說 其實在醫界對於我們未來的 不管是解封 未來如何跟這個所謂的 跟病毒共存的這些模式 大家醫器裡面其實 我們其實每一天在報章雜誌上 你在一些媒體上會看到 不同的醫生就有不同的一個見解 有人說要快 有人說要慢 那莊教授您看看就是說 未來要漸進共存 其實也一定要有一個配套措施 那您覺得說這個配套措施 關鍵 就在疫苗的覆蓋率嗎 有人說 不管你說怎樣 你要這樣還是要怎樣 就是疫苗就是一定要打 這個一定是要有一定的比例 才可以做這樣的所謂的解封 這件事特別是邊境 是 就如主持人講的 疫苗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那就像剛剛理事長講的 我們臺灣因為就是沒有沒有大流行 所以這是我們的軟肋 我們如果一開放邊界的話 那會不會造成我們本土大流行 而且本土大流行 沒有打疫苗的人會變成重症 然後還有第一個受災殃 就是老人家 我們又特別是一個尊老的社會 能不能接受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想的 其他的可能性的因素等等 所以疫苗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那剛剛會講到醫界也是 天天在吵吵鬧鬧 原因就是到底要改成幾天 沒有科學證據 所以才會醫界也會吵鬧鬧 有人主張這樣 有人主張那樣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就是一直在趕快整理 收集不管是國內或國外的數據 來看支持哪一個這個 在隔離的時間 這一點是大家最關心的 那哪一樣的這個數據呢 支持要十四天 十天 七天 五天 這樣子的是比較合理的 那哪一個數據 我個人還是這樣堅決的主張 我們還是要依科學的數據來做決定 那科學的數據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當然還是保留原來的 原來的這個這個指引這樣在做 所以就目前我覺得最急迫性的 就是趕快去收集到足夠的證據 來做下 我相信CDC還有市政府 也都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收集這些足夠的國內外的數據 然後來分析 然後來決定下面之後呢 到底要本來是十四天 現在要十加四 七加三 五加五 怎麼樣的方案 或甚至可能我們今天沒有提到的 這個數字的方案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還是堅決主張說 我們還是要依科學數據來說話 在科學數據沒有說話以前 就當作討論 討論當然是越熱烈越好 好 謝謝 那其實我們剛才又提到了疫苗 像王醫師也提到就是說 老人家打疫苗這個部分 其實在達到快達到八成 應該就是說大概第一劑打到七成多的時候 台灣大概打第一劑就慢慢的出現 就是一天以0.05% 0.05% 這數字很慢 0.05%的數字在打第一劑 那當然我們一直提到說 很多都是家裡的老人家 那在社區跟這個醫療跟防護部分 怎麼去說服呢 怎麼去說服這些老人家呢 像你自己是醫生 媽媽會相信你 啊 學生是醫生說的我 說的真正 但是如何讓這些家裡的很多的長輩 這些有些長輩 不管是Line被傳長輩圖 或是從哪裡 有一些的訊息來 他們在一個分辨跟說服上 他們的分辨以及外界 怎麼對他們說服這件事上 我們政府還可以做些什麼 讓老人家真的可以行動 主席剛才講說 有一陣子施打力提高很慢 那個時候是剛好台灣疫情很少的時候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就是我們打到一個瓶頸 那老人家有兩種 一種是老人家自己很害怕 那他很害怕他就不打 那他有權威他不打 那一定要兒女慢慢跟他說 另外一種是相反 兒女怕老人家打得怎麼樣 因為我們第一波打的都是AZ 都是我記得是88歲以上的 那88歲以上本來就是老弱殘兵嘛 他有些人本來就容易過幾天會中風 會心肌梗塞 你打的跟這個可能沒關係 那報紙當然會報 大家就有一種心理的恐懼 那其實我在報紙寫過好幾個方法 那我們是希望說 依照家庭醫師的方式 因為我們總是有些病人在我這邊看 那他在我這邊看的話 其實我有的人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打 因為他如果沒有來 所以我那個時候也在本上寫說 我們有一個家庭醫師照護計畫 能不能用眷保署的大資料護去撈 沒有打的話 眷保署還是衛護部就寫個信 王鴻醫師你哪幾個病人沒有打 你能不能打 電話去跟他講 那我們至少有認識三分情 我們可以跟家屬解釋 可以跟老人家解釋 那甚至也可以跟他講 我都是用我老媽做例子 我媽媽煮得不怎麼樣 那我們很多人都沒怎麼樣 所以我那邊老人是打得比較多 那另外的話 陳其邁市長那個時候也有聽我的意見 我那個時候是去年11月 我就在報紙上寫 說能不能說 今年的2月3月4月 就全國的身分證摸彩 老人家如果打了兩劑就給他500萬 打了一劑給他300萬 500萬 那有打的都給他100萬 那眾省實在必有擁護 但是因為這是全國的 那這個有點賭博 我們國家大概不這樣做 香港的話是有抽籠房 美國也有樂透 那陳其邁市長很好 他只要是75歲以上的老人家 不管你打第一劑 第二第三劑 我們都要給他500塊 7-11的禮物券 現在我才知道那個叫禮物券 所以你知道老人家打得很高興 他會叫別的老人家 黃醫師那有500塊 500塊也不錯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總是要道德勸說 然後我們因為台灣就是疫情不嚴重 所以施打力有些人就比較低 疫情嚴重他施打力就會高 但是我覺得靠疫情嚴重來 吹我們的施打力是不好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國家讓我們家庭醫師 可以知道說哪些老人家沒有打 那這個老人家他是常常去 義大醫院看病 那拜託你義大醫院找個人 叫他去打 常常在王鴻醫這邊看病 我來找人打 常常去專家說高醫看病 高醫要負責再來打 那這樣子分配一下 搞不好沒有打的人 有三分之一會打 那我們就少了三分之一的醫療負擔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好 當然在這個漫長 經過的一年兩年 這樣一個防疫的過程當中 民眾總是會問說 到底這條防疫的隧道 什麼時候可以看見輸光 我們待會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繼續收看 我們在這裡看 就是說出了疫苗要打之外 那其實在醫院的部分 那也有做好一些醫療的分流 比如說有一些的 像林副院長我們要請教就是說 也有人建議就是說我們真的是分流這個部分 要做好 比如說年輕人或是一些輕症的 就讓他去檢疫所就可以 年紀大的重症進醫院 這樣子一個分流措施夠嗎 或者是也有人說 無症狀的也就在家裡就可以了 事實上這個建議的話 是一個很務實的一個建議 所以在這一波Omicron疫情中 我們已經用到一部分了 基本上在病人很少的時候 還是應該住高規格住負壓病房 那像這次這次量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高雄市已經比較輕症確診的病人 住在我們所謂的專責病房 那專責病房 他沒辦法達到像負壓那麼高的一個 嚴格的一個標準 所以高雄市這波我們已經啟動了專責病房 那假設說專責病房都滿了以後 下一波當然可能就是要到集中檢疫所 或是專責的旅館 這些是確診的病人 那疫情當更嚴重的時候 可能就像國外的包含韓國美國 輕症確診病人 年輕人就在家裡了 所以這應該是取決疫情的一個狀況來決定 病人的話怎麼來分流 當然可是這段時間 前一陣子也有一些所謂的 防疫旅館的群聚傳染 有人說假睡本來沒事 可能是住在那樣的防疫旅館 反而是染疫了 像這種狀況 我們只能把它當成偶發嗎 還是說 其實我們可以用更高的規範去規定 其實因為防疫旅館終究不像醫院 因為醫院的各個 不管是負壓還是專責病房還是病房 層層的感染管制措施 就是算在疫情期間也是每年都要接受 相關機構的一些查核 那防疫旅館當然它當初在整個空調 動線設計的話 沒辦法像醫院這樣子 但是還是要盡量要求可以做到盡量做到 所以不管是中央或是高雄市政府 已經都組成一個專家小組 要來查核這些防疫旅館的一些基本的空調 動線還是要符合這些基本的規範 那還是講當然沒辦法達到像醫院這種高規格的一個標準 但是在可做的範圍還是要盡量做好 所以剛剛才說如果醫療能量許可的話 確診的病人當然是負壓最好 其次是醫院的專責病房 其次是集中檢疫手 再來是防疫旅館居家 好在剛好今天也是中小學開學 那在雙北部分那甚至在高雄 也說如果學校有一個學生確診的話 就要全校停課14天 很多的父母其實對於學生停課這件事情 是快要有點抓狂了 因為之前那個線上教學的時候 還有孩子在家裡 父母不管是請假的 或者是說準備孩子三餐的都快要抓狂了 那如果說我們也有人會說 我們可能不是比較輕症比較無症狀嗎 那就是說沒有所謂的比較少致命性的危險 那需要到這麼嚴格嗎 那學校又要停課 這對家長對學生來講 是不是也是一個很大的聯想 我想家長要去這樣想 你如果沒有停課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小孩子都會發燒 就是症狀比較重 因為尤其小學以下沒有打疫苗 所以你要想如果停課你帶回家自己照顧 只是他只是挑皮而已 那萬一他沒有被感染 萬一他被感染到了 那你可能要照顧一個發燒的小孩子 照顧一個生病的小孩子 所以要往這方面去想 這是在保護大家 這個是在保護大家 那防禦旅館 他終究還是旅館 不是醫院 不是負壓病房 不是專責病房 倒是我們要去想 我個人是這樣想 還好這些人在防禦旅館 如果不是在防禦旅館發病 而讓他回家 那我們社區不就完蛋了嗎 至少他是在被一個我們關心的地方 雖然也是被匡列約束的地方 可是我們把他換個方向想 是在關心的地方 他在那個地方發病 那這樣我們自然就比較安心 不會擴散到我們的社區去 他們在那裡也被發現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當然他還是旅館 不過最近就是對這些旅館 就一家一家的在做檢查 連感染症學會的專家都被請出來 每個小組裡面 都要有這個專家去看 那很多的這個空調的問題 他的管路跟旁邊牆壁 沒有封起來 這個是平常在裝潢很常見的事情 天花瓣你看不到 可是他其實這一間跟那一間 中間就變成有空隙 雖然機率很低 雖然機率很低 但是這個目前也都是請他們用 這個泡沫膠等等這些 通通把它封起來 封了之後才能再來申請 防疫旅館的這個經營許可 所以這個是逐步 因為以前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空調的問題 其實也沒有半個人可能保證說 是空調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是應該就是多因的 多重因素的 他的這個接觸 還有取拿中間出來拿三餐的問題 還有這個中間走到那個空氣滋留的問題 那個揮墨沉降的問題 那個那個清消有沒有徹底的問題 很多的問題串在一起以後呢 就像那個管理上面所謂的氣死效應 你所有洞通通排成一列的時候 就傳染了 防疫旅館就爆了 但是我們應該要另外一個角度想 還好他是爆在防疫旅館 而不是爆在社區 如果這個防疫旅館 是跟家庭群聚一樣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忙不完 然後大家會更恐懼 你真的會對疾病恐懼 不管他到底會不會致命 即使是症狀低的 那你還是會對他恐懼 感冒你還是狀況那個流感 你還是會恐懼 還是會對你身體不好 何況我們現在在追蹤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 他雖然好了 但是他的肺部纖維化的情形 有一些報告已經出來了 留下後遺症的情形 雖然沒有症狀不重 但是後來也許會有後遺症的問題 因為這次病毒以前都沒有在我們人體過 所以我們也還在收集他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目前還是戒慎 但是要保持樂觀 那其實面對這兩年多 差不多將近兩年的疫情 那民眾其實我們過去 因為台灣的防疫做得很好 我們好像也很習慣說就是要清零 但是其實面對Omicron這種 傳播力這麼強的一個變異病毒 那民眾的觀念 是不是也應該要有一點調整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稍微允許少量的傳染 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有計畫就是準備永遠不嫌多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心理建設 那你一定要設想說 最壞的時候是怎樣 碰到了你才不會驚慌失措 大家大概不知道 我大概一個月前我就整理一個背包了 因為我被隔離了 我背包裡面有我的高血安的藥 我眼睛的藥 我攝護線的藥 我的一些日用常用品 然後我的充電線 然後就乖乖的被隔離 那甚至我要想說 我如果被隔離的話 我家裡我老媽怎麼辦 所以你每一個人都要先想好 那有這種心理素質的準備的話 萬一的萬一 因為我們台灣已經比別的國家 多過了兩年多的好日子 我們也很期待說 台灣人這麼的可愛這麼的努力 這麼的願意戴口罩 NPR做得這麼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繼續一直過著好日子 都是希望這樣 但是一定要做準備 那另外就是也要有一些演習 每一個家庭都要有一些演習 萬一小孩子在家裡的話 那副母親都上班怎麼樣 你要找什麼人 這都要先想好 才不會很亂 那國家也是一樣 我想高雄市政府莊教授 他們大概做了很多很多的演習 什麼時候怎麼做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就是盡力而為 那每一個心理一定要有好一點心理素質 這樣子才不會像有的國家 就是一團亂 那到最後去醫院找不到醫生 那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那可以做的就是 大家一定要努力共同來施打疫苗 好 劉文學長我們看看 我們一直在很多人心裡的OS 就是說那到底在疫苗之戰裡面 我們何時可以看到曙光 那也有人說那就是流感化 但是你真的要流感化 應該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吧 是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在這波疫情之前 我們防治的主力就是流感 因為流感的死亡率的話 會將近百分之0.1 那以現在的狀況的話 我們可能百分之0.1516死亡率 是比他低一點點 所以流感不是也不是等閒事之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流感消失掉 所以也是希望流感清零 只是很難達到 那也許新冠肺炎以後會這樣子 但是病毒要怎麼演變 目前根本沒有人知道 像舉例有人像說流感的話 為什麼以前我們都很重視方式 因為在一九二十世紀初的話 西班牙流感那個死了好幾千萬人 後來每隔四十年流感會是大基因突變 那十年會是小基因突變 也許Omicron以後也會走向這一條路 所以可能會一直在突變 也許會變嚴重 會周期性的變嚴重 也有可能 那這個王醫師你覺得呢 可能還要我們還要持續的 有這樣的警戒大概還有多久 我們只能夠期待說 我們慢慢適應這種日子 然後臺灣的經濟都還不錯 我們的所得稅去年超收四千億 臺灣真的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地方 謝謝 謝謝 直接看你 我寫急 給大家ộ